今天这个技巧就非常有用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教你来处理视频生成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 而且这个难题很多人都碰到过 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是我们参照的一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的动作 大家在做Animate Diff的时候可能都知道 这种转身的动作我们很难去复现 如果这个场景换成了VCE 它的效果有改善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标准的VCE的工作流 我们先看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转身呢依然处理不了 是吧 好 我们先简单过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我把这个工作流构建到了Running Hub上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那大家可以在Running Hub上搜索有趣的80号程序员 就可以看到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了 这儿呢有一个参考视频 然后这儿我有基本的配置项 包括整个视频的分辨率 以及我们生成的帧的长度 你要注意啊 在加载视频的时候 这儿的预览稍微有些问题 我整个视频的长度是120帧 然后呢我一共加载是60帧 然后每两帧加载一个 所以说120帧我是加载完了 但是你要注意啊 当我用这种方式去加载的时候 这个预览是不对的啊 它其实只有60帧 那我们通过它真正加载的这个图片 然后进行预览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完整的啊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注意 完了之后呢 我们首先对它进行一个塑放 然后把这个视频呢 进行了一个open post的处理 那我们把处理好的这个姿势图呢 也给它什么呀 resize了一下 这样可以保证 它们两个的大小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处理手法 然后呢 那我们这会有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我进行了一个去背的操作 然后进行了一个resize 这样的话呢 它们的大小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会把背景给它去掉 只有人物 而背景是白色的啊 就方便我去写各种各样的提示词 然后后边的工作流 基本上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首先加载了一个模型 注意这个模型是一个t2v的 这我用的是我们上几个讲到的mastermodal 这个模型 因为呢 它有非常快的采样速度 而且有非常好的采用效果 是吧 然后呢 加载了一个vce的框架模型 然后呢 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ve 这样的话呢 基本模型的三组件呢 就都有了 由于我这个针的长度是81帧 所以说这儿我加入了块交换 以防止它报线存 然后呢 我们最重要的节点就是这个 叫one video vc encode 那我们会把这个控制视频 也就是我们的姿势图 给它传到这儿 然后我们要改变的主体 也就是reference image 也就是它传到这个位置 那这些就是一个基本的配置 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提示词很简单 一个女人正在跳舞 由于呢 这个是一个优化过的模型 所以说呢 CFJ设成1 Shift呢 设成5 然后采样步式 我只用了10步 那你会发现 这个效果呢 就非常好了 除了不能展现 这个转身的动作之外 别的呢 都能够非常好的表现出来 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首先呢 你可以把这个换成什么 DW OpenPose 我们看一下 换了之后的效果 别的都一样 然后我把OpenPose 给替换成了DW OpenPose 那产生的姿势图呢 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大家看一下 面部呢 也不像OpenPose那么简单 当我采用了这样的一种 升级的处理方式之后 哎 这个动作呢 就出来了 而且呢 非常的漂亮 我当时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也非常高兴啊 我说这个 终于可以搭控告成了 那我们就再试一个吧 于是呢 我们又试了一个 试了一个之后呢 这个让人失望的事情 终于是发生了 我把这个参考图呢 换成了这样一个美女 同样啊 进行了去背操作 然后同样使用的 也是DW OpenPose 那你看一下 最终生成的效果 这个转身的动作呢 依然没有出来 所以说呢 使用DW OpenPose呢 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升这种准确率 和控制的这种精准性 但是呢 并不是每次都能够 完美的呈现 转身的动作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不算完啊 那你仅仅做一个 DW OpenPose的升级 这个是不够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你最起码的话呢 应该两种条件 同时控制 那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工作流 先看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的漂亮 包括它的面部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现 另外你会发现啊 在参考图片里边 其实是没有这种轻杀的 但是在最终生成的 这个效果里边呢 就有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是我这用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控制 那这用到的控制技术 可能有很多 那其实我们常见的 就那么几种啊 比方说Cannia Depth 或者是OpenPose 基本上就这几种 那我这用到的是什么呢 那我这用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姿势图 和深度图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拿到了这个图片之后呢 首先我们对它进行 一个姿势图的处理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又进行了一个 深度图的处理 深度图 我用的节点呢 是Depth Anything VR 然后同样也会把它进行resize 然后得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是非常漂亮 比较精准的一个深度图的体现 那有人说这两个东西 怎么放到一个VACE里边去控制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VACE里边的这个节点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叫Previous VACE Inbath 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个可以往前再串联一个 One V6 VACE Incode的结果 这俩呢 是两个一样的节点 前一个节点的输出呢 可以直接连到后一个节点的输入上 这样的话呢 可以得到节点集连的一个效果 那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达到叫什么 叫联合控制的这种效果 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 One V6 VACE Incode 这里边我们的Input Frames 用的是谁呢 用的是我们的Ctrl Image 1 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深度图 那大家看一下 是他 那第二个 我们这用的是谁呢 用的是Ctrl Image 连到这 所以说呢 用的是他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的姿势图 那两个集连之后 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然后再跟这个采样的Text Inbath 进行相连 其实就达到了 集连控制的一个效果 那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深度图 加上了一个姿势图 就可以达成非常精准控制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现在再换一张图片 让它重新的来生成一遍 比方说我们现在换一张图片 然后别的呢 什么都不用动 我们直接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依然有保证 那这个采样就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依然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人物转身的动作 给它表现出来啊 当然呢 由于这个深度图的参与呢 其实呢 让我们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呢 其实是受到一定干扰的 那就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最终的人物和你真正的 船的这个人物呢 可能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吧 但是呢 狭不掩鱼啊 那么这种控制手法呢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